是,高昂观世音菩萨跟我这样子指示 他说,你不一定要念前文 其实高昂观世音经本来就很短了 但是你如果紧急的时候,你非常紧急的时候 你只要念经明就可以了 他跟我这样子指示 他说,你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就可以了 他马上就闻生就苦 这个法我应该写在书上,而且好像我也讲过 对不对 好像是说,你只要在佛堂面前合掌 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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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说是这样子观想 观想有 你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这个头 你就变成白色的 清净了 观想整个头都变成白色的 就变成清净了 再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这个脖子这一段就清净了 再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的上半身就清净了 再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的下半身也清净了 再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的膝盖以上全部都清净了 你再念南无高昂观世音经 你的小腿跟脚全部清净了 就只要念这样子 每天早上念这样子 你全身都可以清净 全身都可以清净 全身都可以清净 这个是方便的话 这个在经典上没有记载 经典上没有记载 只是高昂观世音菩萨跟我这样子讲 他说你要早上念我的经明 然后一遍、两遍、三遍、四遍、五遍、六遍 他说念六遍吧 头是一遍、脖子是一遍、两遍 上半身一遍、下半身一遍 这个大腿一遍、这个小腿一遍 他说这样子就全身都清净了